民眾黨候選人高鴻安 在支持者的歡呼聲中登台 封城之爭 藍綠白廝殺 高鴻安拿下9萬多票 成為新竹市首位女市長 高鴻安在參選的時候 就沒有傳統兩大政黨的奧援 非常的感恩感謝就是這一群 願意為了新竹更好 願意相信鴻安的理念 主動站出來加入我們的隊伍 儘管選前高鴻安陷入一連串 負面爭議 但投票結果 高鴻安順利出現 贏民進黨參選人沈慧紅2萬多票 而國民黨候選人林根仁 得票率只排第三 顯示藍維支持者 氣藍寶白策略奏效 看看上屆新竹市長選舉 國民黨許民才和武黨籍 謝文靜相爭分票 讓綠營林志堅以49.56% 得票率連任 這回許民才 謝文靜 相繼立頂高鴻安 強強聯手終結新竹市 八年的綠色執政 而相較林志堅當年獲得10.7萬票 沈慧紅在這回新竹市長選舉 僅拿下七萬多票 流失約三萬張綠營票數 不要難過 也不要謝忌 因為我們一起努力過 不是只有這五個多月 而是八年來的歲月 我們一直在一起 最後我要恭喜 高鴻安市長 在對比2020總統大選 新竹市選情 當時蔡英文以55.26%得票率勝出 韓國瑜則拿下39.34% 如今從新竹市長三角都之爭 藍白選票相加 已經超過60%得票率 松棟民進黨在新竹市票倉 會不會牽動2024總統大選選情 各界都在關注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戴麗鋼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